台中市七騎重劃區 發生了一起車禍 一輛貨車側翻 而撞翻他的 竟然是體型不成比例的 mini Cooper 讓目擊的民眾 真的是嚇壞了 好在這起事故 沒有造成人員受傷 紅色mini Cooper 經過十字路口 紅燈了 卻沒有減速 直接闖紅燈 當場藍藥撞上小貨車 造成小貨車 被撞到翻車滑行 換個角度 再看一次 紅色mini Cooper闖紅燈 車速還非常快 碰到一聲 小貨車直接被撞翻 橫躺在路中 就是蹦一聲 然後我們踩出去看這樣 然後人士都沒事 我們看到的時候 都是已經是 車子都躺在那邊了 還有一些物品都掉了 mini Cooper的車子也是 都拉到旁邊去了 mini Cooper轎車被撞到 引擎蓋嚴重變形 但車身其他部分都完好無缺 而貨車則是被撞到 側翻在地 地上滿是汽車零件 小車撞大車卻可以把貨車撞翻 讓募集民眾全都盡呆了 與行駛市政北二路的小貨車 發生碰撞 導致小貨車翻車 所幸無人受傷 初步判斷為 紅色至小客車違反 號制行駛 車禍意外就發生在台中市西屯區 炒富路和市政北二路路路口 二號下午三點多 警方初步研判mini Cooper轎車駕駛 違反後製貨車未發現有噪音 但肇事責任還需進一步釐清 記者張一智林佳穎台中採訪報導